被偷走的那五年 看点多张笑泉变身爱哭耍帅女 正在热音的爱情清喜剧 被偷走的那五年中 外星俊懒的张笑泉 扮演一个内心温柔 但外表麻木的破老公 有情有欲 对影迷风味治愈性男神 而在拍戏过程中 张笑泉也是各种卖萌耍帅 是要当全民情人 妈呀 亲爱 所以你一直没找男朋友 我叫 我 我 这部戏笑点重重 但更有虐心 伤感情节 刺痛所有人的泪点 对哭戏原本很恐惧的张笑泉 这回可算是哭的李华大雨 演唱第二下歌张妹妹 我第一次哭这么多 从来没有一部戏 可以就是哭这么多次 哭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灶门 其实我基本上我是哭不出来那种人 乐凡天综合报道